就是沙皇打妖姬就很有那种观想性 是 那这场的话 我觉得不管选什么样的英雄 既然两边中单是一个重点 那紫色方RNG这边的话 有可能如果没有太多 就OP的中单放出来 会放到最后一手去counter 而且我觉得他面临的压力 小伙面临的压力 可能要比5%更大 因为无双 他杠克中路的比例达到了40% 对 所以说不管是谁面对GT 中路这个点 应该说面对的杠克压力 都是相当大 虽然说马拉香锅在支援中路上 其实也是占到了40%左右 但是对方Repub的 对方的无双 几乎是把所有的助力 全放在中路 不管是杠克还是支援 全都是以中路为一个核心的 对 我们两边听到 两边的打野 都是进攻为主的一个 打法的情况下 就会进攻会带着说 他能投资在线上支援的一个杠克 主动出地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主要投资的一个路线 的确让今天的中野对决 变得非常的精彩 那GT这边的一个封锁 两边的BP结束以后 选择的是拿下的一选吸血鬼 两边其实有一些 蛮针对的一个BP包含了 MASA最近又掏出来 使用的一个锤石 以及小Q在这个德杯 曾经有一场比赛打出 分均伤害1000点的一个进 也是被封锁掉了 在德杯的时候 其实锤石的胜率是相当高的 就随着现在 就没有位移的ADC越来越流行 而且包括像扇子妈 这种辅助的出现 感觉锤石拿出来的效果 都是相当不错的 那GT这边在蓝色方 自己扳掉Raze的同时 RNG是一个在蓝色方 其实都不太按套路出牌的队伍 很少去进行一个 版本性的班人 那这边肯定也是 放出了一个吸血鬼 就其实我觉得RNG 是走在这个 RPL队伍的 骑制队伍的前面 就是如果你一直惧怕 瑞兹跟吸血鬼 你从头到尾都是用 封锁的一个方式 去规避掉这样一个对决 那我觉得 等到到了国际赛事 这种大型赛事的时候 其实你就没有 就有些时候你会在对方 出一些比较大招的一个东西 你背后要去封锁一些 不常封锁的英雄的时候 你放出这些英雄 然后你没有一个好的 一个套路去运队的时候 反而让队伍陷入一个劣势 所以我非常喜欢RNG这种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开始去想办法 针对瑞兹或针对吸血鬼 有一些处理的方式 对 其实这个也是建立在 就是队伍的个人实力 足够强的基础上 这是当然的 因为如果不是说 你放出这个英雄 你有办法跟他对抗 因为他现在既然强势 有的可能是传感强 但有些也是线上 压得能传播起来 像安基这种 每一路线路 个人实力都相当长的 所以才有资本 去做一些这种 BP上的设计 对 安基这边点出了两只 让我们比较亚裔的英雄 当然今天 颜确是已经出场过了 来看一下中路这边 卡尔玛拿来对吸血鬼 的一个counter是不错 但也还没有确定 他要走在辅助的一个位置 GT这边选下来的一个上野 是人马跟巨魔 当然巨魔也是有可能 走到辅助位 两边都还有一些混淆的 一个BP存在 好 这边是先选下 UJI的一个路线 那这场我们刚才 已经说了半天 两边中野的对抗了 GT由于对方放了吸血鬼 再加上又在 二手地方拿了人马 其实中野组合 已经确定上了 但这个组合 虽然说也不差吧 但是手上还是缺一点控制 同时进攻性 没有说那么强 那不知道RNG这场 拿了男枪之后 一般都还是会配一个 比较强的冲战 会不会说把对方这集合 应该说重心之 重心之所在的一个中路 就是打成一个触破筒 对 就现在其实我觉得 RNG也是继续地 让小虎这边 有机会拿一个counter pick 就想办法就 玩我卡尔玛不一定要放在重路的 先确定一下 吸血鬼的一个配线 以及确定一下阵容 因为RG现在的阵容 其实相对于G来说 两边的控制都不是那么的多 而且扇子玛就算他拿来打中路 确实也是对吸血鬼 一个比较好的针对 像大家最开始用冰鸟来打吸血鬼 后面就是拿扇子玛来打吸血鬼 看一下GT这边最后一手 是选下了纳尔 的确在LPL来说 纳尔的使用率是比较低的 LCK现在使用率越来越高 比较多的都是拿来打巨魔 这样的一个英雄 但我最近看了几场LCK的比赛 纳尔的一个胜率是比较悲催的 毕竟他现在的这个 怒气控制的一个问题 还是存在 而且现在是不只是上单带一个传送 现在是有些时候都是一个 双传送的一个体系的时候 变成是开战主动权 不只仰赖你上单 有些时候中单都会变成一个 垂直要支援的一个路线 那纳尔的一个怒气 就更难掌握到一个队的时机点 来切入战场了 好 那最后RNG也是确定了 还是把扇子玛这个队 是为有所针对的英雄放在中路 选到了一个开战型的巴德 上一局其实巴德是有一个相当出色的发挥的 这场让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Mata的巴德 Mata的巴德在地中冠军赛 我们已经看过了很多精彩的一些操作了 所以是不需要太担心 那这把RNG的一个阵容 比较多的是一个多核的一个输出位 包含了上单都是蓝薄 靠着卡马的一个加速 打一个用跑速去代替控制的 这种比较难以驾驭的一个阵容 对于我的一个理解来说是这样 就是它不是一种稳定控 直接打击杀的一个阵容 那GD这边的一个阵容 其实选得比较中规中矩一些 就前面吸血鬼是稳定发育 靠着双人线掩护小Q 这边拿到双剑套以后 只要无双跟金库这边不要落后 他们中期团队的能力 其实是很优秀的 是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阵容 面对对方这种 应该说稍显灵活的中单来说的话 可能是稍微缺乏一点控制 好 两只强队的一个交手 我们来期待一下一场顶尖对决吧 好 在比较开始前 大家加油完自己都笑了 对 两边粉丝没关系 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们都期待自己喜爱的队伍可以 或者胜利的没办法 这是一个电子竞技 一定有一个胜 一个负 那两边的一个 我觉得就是公平切磋 也比起的增进 比起的一个实力 那刚刚第一条一个小龙 画面带到的是一条蜂龙 那感觉就上一把的一个对决 刷了两条火龙 第二场两条土龙 这一把两边就只能拿一个蜂龙 对 就几率的一个学问上面来说 事后几率来说 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不会说你这边刷过以后 就不能再刷火龙 好 两边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视野 目前来说GT的一个视野步不深 但RG这边的一个视野 同样的 最深的得有到三角眼位 来看一下两边换线 感觉GT这边可以想一下 换线的一个可能性 那GT刚才那个眼 虽然说做得不是特别深 但其实一直关注到对方的位置了 而且也看到了就是往中路走的 辅助巴德出现在下路 因为那个时间已经比较晚了 所以他们是在看到对方信息的情况下 做了一个换线的准备 对的确想要规避一下 UTI跟MATA一个强势的一个双人线 让ED前面可以先加速的自己 拿到两件套的一个时间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时间稍微有点晚 因为GT是现在为数部都很有特色的一个队伍 辅助拿巨模 而且是他们一直在下地赛 坚持使用的一个选择 其他队伍拿到的巨模 基本上都是拿来打上单的 但是Sawoke的巨模 有很多次在换线局当中 对对方的上单和打野第一波的开局 是做了很大的针对的 那这场换线时间比较晚 所以他没有机会去做太多的这个动作 现在过去就比较晚一点 而且对方的双人线 其实还多拿了一个蛤蟆的一个经验 就等于是GT想要换线的一个意图跟决心是非常大的 即使我亏一点东西我也要跟你进行换线局 是 既然而GT双人路都拿出了卢西安了 那这场GT还是很理智地做了一个换线处理 也算是给出了小狗一个卢西安的一个面子 就不想跟你正面对 那两边打一个换线比一下前期的一个运营思维 那我开始在看机械阵容的时候 我就确实是觉得他们的控制真的太少了一点 就仅仅只有说纳尔一个变身或者人马大刀 但人马大刀其实不能算是进场的第一波 因为他们是一个打野人嘛 不是像上单那种有一个传送能够绕后这种处理的 所以可能还需要一个能开启团战的人 但如果说纳尔这边弄没有控好的话 对方这种又是蛮容易风筝你的阵容 你不一定说想打的时候开得起来 也不一定追得上 就GT最怕的就是自己 纳尔过去的那一波像小狗所说的 被卡尔玛的加速给拉掉 或者是在两边两军僵持的时候 纳尔小心但直接被对方给抓到 但RNG其实也是最后一手补上的巴德 补上了这个控制 因为如果扣掉巴德 右边四个人的一个控制 这只有卡尔玛的一个链子而已 虽然蓝薄的大招的缓速效果是比较好 但面对大型就后面后起的一个大规模团战来说 有闪现来说要闪掉蓝薄的大招是非常容易 这边无双是在自家的野区遇到了一个麻辣香锅 自己被打了两枪 这个M4只好浪 中路这边好凶啊 越马在杀小虎了 直接一个写实的伤害 哇这边Republic完全没有辜负我们在赛前对他的详细数据介绍啊 对800分强杀1300分 哎那这个无双的投资好像确实值得啊 在中路 哇这写实那一写你看过 而且对面选的是一个康特尼的英雄 是大家普遍认可 善自骂是康特血鬼的一个英雄 但好像我刚刚看到OP照料的时候 小虎在压线的过程应该是有一些换解到的失误吧 是被抓到了时间 但是这么早能够做一个中路线上的单杀 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卡列急跑直接追到塔下一个1以后 小虎的这个Q因为是觉得自己的血量已经太危急了 有点可惜 如果小虎的Q是留在过墙以后再交 感觉也换不掉 也换不掉 毕竟对面有血池 而且他应该是不是增强Q耶 可能说Republic抓机会的能力真的是很好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像金贡这种受伤的影响 可能会压力减轻一点 因为中路被对方选到一个烧险 说发育型的英雄 前期没有那么强势的状况下 拿到一个单杀 这个士气肯定是提升的非常多的 就GT可以拿到下地赛现在的一个并列第二 就四个字简单形容 就是敢打敢冲 你可以从一个中单的 就一般来说吸血鬼没有上到六级 要做这样的一个月塔 下地赛我们应该也是第一次看到 毕竟它的伤害 就现在你一技能如果打空 刚刚那一波如果进去 就一技能好像是打空了 但后面靠着Q跟这个W的伤害就收掉了 好那这边两边只有中路出现就乱流 边线的三个人 双人线跟上单还是 持续一个换塔的节奏 照着规律在做换塔 然后这边强杀了一次小虎以后 兵线被推进去 小虎没有机会交传送去收兵 等级稍微落后了一些 那其实还是一个换塔节奏的话 好像既这边也觉得 这条龙反正对我来说 也没有那么重要 但好像换不掉 这边推塔上由于 好像去模后面去配合打野 打兵 多断了一波 多断了一波兵 那这个塔应该还是拿得掉 但人马这边是过来帮助 这个后面的Satoki 两个人就人马收了后面那条兵线 但等于是 马拉桑坡此时是更多的 在对方的野区做发育 那这样的话兵线也过来了 而且那个塔的钱 也是给到了上单 但这样等于是变相地 牺牲了一点 金库纳尔的一些发育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现在兰博还在发育 但纳尔这边已经被打残 必定要回城 马拉桑坡已经6级了 要来中路 这个双烧都交表 但毕竟对方还有个血池 所以想抓的话 好像也没有那么轻松 那中单的话这场 由于选的是上单 也不是像兵女那种 能够配合男枪就一套 直接把对方秒掉的英雄 还是更偏向于 要先耗点血 马拉桑坡现在 找机会比较多了 还是跟着辅助在野区 抓人马的人头 因为毕竟巴德的一个控制 人马是很难躲过的 好 现在是巴塔已经在对方的红区 但对方的Safoke 其实也是过来帮助人马守视野 我们可以从上一步无双的这个举动 就是到线上去收兵就知道 他在野区的一个压力有多么巨大 那这个红buff好像是来不及守了 已经选择放掉了 马拉桑坡的确是用着自己英雄的一个优势 现在让无双的一个法语备受影响 对 首先他也去对抗双人英雄就不占优势了 再加上双人路这边 其实对抗也是劣势的 线又被推过来 那这个时候双人路支援 肯定没有那么快 要碍于兵线的压力 同时1D这边支援过来 也没有卢仙那么给力 所以下半区就只能放掉了 同时GD是想做一个交换的 而且马拉桑坡这边还出的是一个 红蠢的一个打野刀 就是想要抓人头的一个意味 但是跑过去速度有点慢啊 好像这个红蠢打不掉 红蠢打不掉 因为蓝柏这边都已经过来了 虽然是没有大招的一个蓝柏 但毕竟是一个三加二 毕竟他是从 如果他是一开始 做一个交换的决定的话 可能能打掉 但是先回自己的红 然后没守住 再去对方的那边的话 这个红蠢就没能成功的 取得一个互换 主要是因为下路的兵线 就刚刚说了嘛 纳尔那一波推掉塔以后 已经先被UDI打残 然后下面的兵线是被对方带身 也让MATA有一个很好的时间 先一步进到GT的红区 我觉得GT的前面的一个换线 就是说的确让人马这边的发育 并没有落后马拉乡过太多 也顺利的上到六七 因为刚刚他自家的野区 他根本没有吃到警团的一个野怪 但是反而交出来的东西 就是你后续的反应 就像小言说的 他没有办法提早的知道 对方是入侵了自己的红区 去做交换红 就还是推塔复律上的一个问题嘛 因为你先推塔的那边 是有优先的换线 或者去不空视野的权利的 对 这也会变相的影响到 无双上到六七的时候 这边有大招的这一波的 GANK的一个成功几率 但是前面的换线 怎么说也是给GT的一些 需要发育的英雄 拖延了一点这个节奏吧 对 而且也 现在还没有说产生那种干戈 或者是这种传送达到的一个人头 仅仅只有中一个弹杀而已 对 就现在从头到一血 就爆发在GT这边 但RNG是靠着换线上面的一些运营能力 是拿到了经济的一个优势 而且下场现在因为红区的视野 顾得很好 而且无双这边打也是落后的 他不确定麻辣相关的位置的话 他不太可能去下路帮忙 那等于小黑跟Sapoke 前面硬是硬的头皮要换线的这个举动 现在在10分钟的时候 他还是避免不了 好 这边是再次的一个身枪洗礼 Sapoke身上已经是没有回复道具了 但现在UDI的蓝号也是比较低 哦 麻辣相关也过来 这时候人马可能不太会主动去挑试 原因就是3v3对抗打不过对面 对 而且眼睛已经看到了 刚刚男枪也身上的这个F4的一个争议 也是看到了对方有眼 两边应该就拉开了 准备回程 但是对于RNG来说 可能这个龙的属性 他们不是很满意 如果是一条更加进攻性的龙的话 可能能够说利用下路和野区的这个 下半区野区的优势 把这个龙早点打掉 然后接下去连续地控制下来 但像无双没有地方发育 是对于G带座比较尴尬 就是下半部已经完全是被RNG给掌握了 刚才F4跟双十都被麻辣相关给刷掉 这边还是来拿第一条龙 就我还是觉得我那个比喻蛮生动 所以毕竟优势方 还是要把这个刮刮乐先给刮掉 先抽掉才能看下一条 是 你这条不打的话 你连下条是什么都不知道 对 就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来刮掉这个风龙 看一下下一条的属性会是什么 那就在对方打龙的同时 来夹击上路的一个蓝薄 如果那边大招下去 但是已经被推开了蓝薄的大招范围内 并没有把刮掉人头 交出了第二个人头 那因为我们去看了上路这边的旗下画面 所以就 观众 就由选手方已经知道了下一条龙的属性 但我们还不太清楚 现在导播非常贴心地给了一下 给了一个 对 给了一个山脉亚龙的一个画面 那下一条龙就比较有抢夺的一个意义了 我记得上周看了一场EU的一个比赛 最好笑的是 第一条风龙是22分钟吃掉 然后第二条还是风龙 就没有人吃了 三十几分钟 35分钟过后 没有人要去动那条风龙 就补刀之后补到了900多刀 这些人都没有梦想了感觉 对 他们就没有学习我这个哲学 这个传送开始一波入侵野剧 是否要付出代价 要抓了 大招已经烫到了 闪现过去以后 一切都要刮到 尔帕尔散现一个Q技能 最后大招的一个Tick伤害 叫死了马拉香锅 人马就是说的进场的话 还要继续追马 对方已经逃回了塔下 还是理智一点 在巴德这边也是赶紧交了一个闪现 闪过对方人马过来的一个伤害 那优利安是指的一个支援 GD这边是抓掉了一个入侵野区 在马拉香锅以后 无双这边又知道 这波也就是对撞 给了人马一个大招的机会 马拉香锅能够走掉 被纳尔大招拍过来 对 拍过来没有晕到 哈塔反処大招定了两个人 自己大招结束以后 还是被击杀以后 等到队友赶来 小狗跟优先两个人先夹击 但GD这边很肉啊 后面的Republic已经掀起杀掉了 小狗以后想要再收 闪现的一个魂力标 缓度一遇十雷 打出三环以后 撒某去闪现上去 一个辅助 打掉了狂小狗的人头 这个人头应该是必拿的 吸血鬼表示很愤怒 傻瓜你又抢过人头 对啊 那小狗啊 傻瓜这边 如果今天可以接下来采访的话 我还蛮想听 就明天就上次的英雄麦克风 应该又有素材了 是这个意思 对 就说 没有 我就傻瓜应该说 我这么大老远的 从中物过来支援 好容易吗 这一波位平一波又起啊 又来讲 这边是RD的一个反手 也是找到一个不好的传送位 大招先趟左边的GINGUIN以后 马拉香过一个快速拔枪上去 但是 伞燃枪的位置不够远 哇 伞燃枪的枪 子弹打在这个柱子身上了 但是小五这边 伞燃过来最后一个链子 链到以后 链子的一个DOT伤害 收下来的人头 哇 那 GT这边还没高兴多久 在抽策的途中 就被对方的传送 又打了一个回马枪 对 感觉RNG这边 也是令为不乱 即使刚刚上一步的交换 是很亏的 但也立刻利用自己 一个双传送的优势 扳回一点局面 现在两边的GT是平起平坐 但无双又来 好 这边UTS先行看到了 也是杨瀚鱼 他们在对方 也去比较深入的地方 有一个传送的视野 对 我刚刚反复看到了狂小狗 已经手握那两把枪 在战斗 说你既然敢上来 点我要滑上去的那一秒 看到了左边 有一个人马肉头 我觉得无双再点一秒 UTS应该会上去凶子跟EZ 这有点假吧 这一个EZ站在这里 然后还没来 就上去给他点他 他有很多兵嘛 对不对 还是有点没道理吧 对 因为UTS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剑了 对 别人手上有大剑了 你只有一个耀光 还是要尊重一下 那两边的一个乱战的一个结果 塔数是持平 RNG掌握到低调的一个风容 那两边的经济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 所以现在对我 就这种局面上 我们只能来看 就两边是谁拿到 比较多的一个经济 GT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就严格上来说 他的经济分配 大量的集中在这个吸水鬼手上 而且怎么说呢 就是这场RNG的蓝博 在不注意的情况下 其实发育的是有点堪忧的 就他兵线现在又被推过去 可能自己也少一个发育的位置 两路兵线都在推 再加上他这个时间段 即使有大招 在装备没有说成型的情况下 伤害也没有那么高 就先拿了一个腰带嘛 就今生的时间 可能会晚得蛮多了 看一下是不是补一下法川 法川鞋以后就先拿来 就但是现在的蓝博 毕竟腰带的这个装备 还是让这些英雄强势很多 就是造价很便宜 但他的功能性质很高 就让很多英雄有了上场的机会 对 因为以前的蓝博 最尴尬就是说 他会贴不到 就他的主要伤害 如果他要打单杀 或打高爆发 他要靠过热的那个普A 去打很高的一个加成 但他以前会贴不到 现在有一个腰带 还多了一点 一个队道过来 抓到一个人马人马 直接大招走 对 但巴勒还要留 留了一手以后 这个Q有角度吗 感觉是 把指示稍微消耗一下 对 马拉这个大招 感觉是大的很准 但是后续来说 没有接控的一个机会 而且对面已经逃到塔下 也不太好深追了 而且对面是个人嘛 也没有那种 就所谓的下散现的一个事情 因为很多选手 遇到巴勒大招 第一个反应就是 如果自己是一个carry位 很可能就直接脚散现 这个出了振奋的血鬼 现在 现在妈感觉 已经有点Q不动了 现在的确是 虽然已经输了一个鬼叔 但伤害已经是打不够了 Ruper也是把下路 等于是RNT把下路的兵线 让Ruper去做一下发育 解决一下刚刚小颜说的 上路被控制的一个问题 现在UDI是比较强势的 而且对方也比较难抓 因为GT的阵容刚一级再提 他们的控制比较缺 就只要人马 不要落到UDI的背后的话 就是一个机动性 比较高的一个如西安 还是能逃脱 因为选到蓝博 这个英雄的话 你前中期总要给他 加一点发育的空间嘛 要不然越拖到后期 他可能作用会越低 这个时间RNT还是必须要 留出一条线给蓝博发育的 而且选纳尔的时候 我们很常在 尤其在韩国联赛 更常看的一个局面就是 你会看到上路的ADC 在跟对面的纳尔对线 然后下路这边 变得是一个辅助 在掩护 卢西安这边的伤单发育 想要抓一下Republic 后面 马达小国落过来 一个Q竞争两段伤害 打到打了一个雷霆 Republic交了一个血吃以后 躲到KingGun的一个纳尔怀抱当中 那两次利用巴德带 也去找机会的能力 就主动想开 这边阁墙遇到了一个Savokin 这是一个辅助的巨魔 坎度不是很高 但还是挡住了最后 马达小国的一个终极爆弹 那这波传送是到了下路 想抓蓝博 还剩最后一点 大鼓气跳上去 没有压到Ruper Ruper交了一个闪现往左边 因为马达带的队友 递到五个人过来 这边是反而五个人要加入方 两个人闪现过 躲掉Q 但蓝博人大刀烫下来 一级被烫掉半条 马达小国先往前 红霸打在KingGun身上 也是反腾的打掉半条 鱼里亚的一个Q 是一个小虎的一个Q技能 也是打到KingGun身上 那这边到了二塔的一个位置 RM这边也不敢深追 那连续三波的进攻 这波是在对方 主动抓人的情况下 想打一个反包夹 但是也没能成功 暂时有点打不开局面 就两边跟我们说的一样 就是控制都不是那么稳定 所以就是会 两边打追击 追到最后的塔前 就只要那边跑到塔下 就安全了 对 就说啊那 毕竟就 RM这个阵容更难塔杀的地方是 他没有跑得一个抗塔队员 哦 人马这边遇到了 马达这边是有一个小兵 可以Q的 补装是一个暗影冲击 往后冲 好险这边两次的人马 都是有大招 去赌过对方的一个杀柱 那唯一的控制又交了 人马大招化解之后 这波好像也不太能搭起来 就两边好像在打太极拳势 你来窝王很激烈 但这个人头的一个 旗杀并没有打得非常高 两边的阵容都是偏拉打的嘛 对 那龙的属性 又没有说到了 你要硬着头皮 一定要拿的地步 非要赞个 你是我活的一个局面 对 就像上一条的一个三百亚龙 第二条龙 就是 现在就是已经决定 要跟W决一始战了 是 刚刚那个真眼南昌排到最后一项了 但是还是很理智的收住了 因为对面人已经过来了 这边真眼的血量已经毁满 毕竟刚刚自己在对方的LFC 是有被夹了一次 麻辣相国提高了自己 路径野区的时候的一个警觉性 但是 RNG现在还是一个 三线从事压制的一个局面 但野区并没有太多的掌控 现在GT等于是稳住了 就是 现在人马有地方去发育 尤其也可以顺利的将BUFF交到自己的carry位手上 就只要你越塔没有越成功 GT这边表示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 但是南昌这一波是埋伏上路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 但是看到了一个变大的一个纳尔 我觉得他这一路上位置应该被看到了 因为两边都有视野的 感觉啃不太动 就从河道或者是从蓝BUFF过来都能看到 好 这边是Ruper跟Edea想抢红BUFF 最后被人马给撑走了 而且Edea还刮了一个大招 精准弹幕是把Edea想要给压得比较低一些 那这波打残对方Edea的话 是不是要考虑推荐要动下龙 对 但这边有卡尔玛的一个 R&D这边知道对方可能会过来想要动龙 先一手打这个龙 但GT感觉也想要来开 打得怎么看呀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噢 巴塔直接往左边钻 想要留人 龙已经被马拉香哥给拿掉 这边先击杀残血的一个辅助 正面的军冻子的勿气不是很够 蓝黛大招烫下来 大二跳已经诱过了 小虎一个Q直接收下人头 后面无双带来双BUFF赶过来 Edea也在往前靠 但这一波GT的人员感觉下路这边靠的时间比较慢一些啊 不是 他们是感觉想先把那个线推一推 我们再过来动龙 结果R&D是直接上了那个河蟹把龙开始秒了 而且MATA这边很果断 就可能看到冰线上面还有对方的队员以后 选择直接往左侧开地道去留人 GT可能更多是想看一看这个打龙的一个进度 也是能不能在下路线推完以后过来包夹 因为刚才正面其实GT只有三个人 AD和打野都不在 所以连场融合机会都没有 对 无双这边又是一个反向的大招逃脱 原本是想要击杀对方的麻辣香哥 但反手被小虎给打残 好险巴塔的大招刚刚是盲视野 是尝试一个大招 巴塔的大招是没有办法留住一个残血的无双 刚才上路基金是积累了一大波兵线 但是也没有一个机会去逼对方过来守其他的位置 所以RNG还是成功地把这个守住了 对 就刚刚这个事件就是我们说到 再连说到纳尔的一个缺点吧 就是刚刚那个时间你过来看龙 他只是一个小形态的一个纳尔 只有对方选择先激活这个纳尔 RNG的一个开龙的一个时机掌握得很好 就虽然自己的ADC被打残 就很果断嘛 对 因为感觉自己的阵型对方是被分割了 而且自己打龙速度相当快 哇 马拉相公这边好凶啊 第二件装便就直接掏德拉克沙的木刃 这比Sofen再凶一级 就我记得那一把他应该是先出了一个 幽梦以后再出木刃 这把是直上木刃 那现在这个纳尔遇到 如果是小形态遇到这个南枪 有可能会直接被南枪单杀的 他们是频繁地在这个蓝buff处 已经是进行了三四波的找机会了 这一次他们又想包夹上路 对方是三个人 而且纳尔还是有传送的 但GT其实也在RNG的一个红区 两边感觉是忍不住要交手了 马拉直接一个递掉过去 一马当鲜地赶过前面 无双这边套了一个虚弱以后 RNG的队员全部赶到 小Q反手的一个Q技能 但嘛 UCI身上是有一个互对 蓝buff也过来 传作在后面在等队友 看一下这个大招 可不可以留住 以及被往左侧压 以后无双找到一个机会 你看这个石油鬼伞过去 已经收拔了一个了 但马拉说后边被人嘛 追 小Q这边的位置有点危机 UCI往前 这个蓝buff大招 已经烫到了一个 没有位移的小Q 散进上去 或是如何拿下这个人头 但GT也要准备变大 前面一个腰带先压力 这样 REPUB的血量 那些恐怖的吸血鬼过来了 一代的刺杀 REPUB的那边 感觉UCI是无处可逃 反思想换 但是直接被拿了一个 壁动的瞬间 REPUB的拿下一个 夸张肌哦 试杀 淡定的表情 好淡定啊 暗夜杀神 暗夜十千本 大波王 反正我是三十多点 伤害占别人 对 这把已经412的一个 鬼神战机了 而且两个人直接动手 打大龙 但已经变成小 现在的大人 双方是掉下来了 这边看一下 巴德的一个大招过来 拖一下拖向 等男枪复活赶过来 对 但队友同时也是赶过来 刚刚上一场的一个 输出女POP 打出了333的伤害 传送是来自于 中路的一个小虎 远蓝buff的大招 刚刚 蓝buff的传送 上一波已经交过了 那这边坦不住大龙 GT选择放掉 那这不还是成功地 阻止对方 拿下这条大龙吧 我刚才其实想说的是 RNG这波又想到这上路 要出事 是因为GT这波 应该已经知道 他们在想动上路的手了 他们三个人在上路 但同时 这边下路也是能传送过去 而且薛鬼第二时间进场的话 感觉有绝佳的输出环境 对 虽然小Q这边整网了 但是他在死前 其实是 拖延了很多 UZi在团战打输出的时间以外 他把Ruber的所有招式 包含闪现都吃掉了 那后续来说 这个对于Ruber来说 太开心了 这个吸血鬼 只有如如无人之计 RNG上一波 虽然是交出了一个 比较差的团战成绩单 但经济上面还是领先 这来自于 补刀上面的一个差距以外 RNG前面的一个地图目标 就大型的一些野怪 跟BUFF 掌握的还是比GT来得多一些 是 现在可能他们面临的 比较困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面这个修鬼 越来越肥 等他出道这个中亚的时候 怎么处理这个点 他们本身也是 像前面谈阵容的时候说到 两边都缺控制嘛 好 格德强 想要Q气下Republic 这边很果断地叫写持 现在已经有很高的一个 回复能力了 但RNG继续在对方的野区里面 但GT更反蹲的意图 也是非常的明显 他们知道对方在这里 尝试一个Q 哇 抢到了 这是一个盲视野的一个秘书射击 就直接拿到了这个红霸 有点抽奖的感觉 就大家一般都是看到 Easy大招抢吧 对 很少是Q就抢了 RNG感觉这一把来说 并没有啊 像今天打W的话 就幸运女神对他们的微笑 是更多的 可能因为他叫PentaQ 不是叫PentaR吧 所以他用Q是吧 这解释可以 反正大部分的ADC的Q技能 都是伤害嘛 对不对 如果他叫PentaW 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大部分的W 都没有什么伤害 好 来看一下两边 中单现在的一个差距 小虎的补刀还是稳着的 但是 打果第三件成型的时间 一定是屡趴的 有点比较早 而且现在这个吸血鬼 就以RNG的一个阵容来说 要处理尴尬的地方是 他们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就是打吸血鬼 你有一个男枪其实是不错 但现在对方的吸血鬼太肥 而且这一把 麻辣香锅的一个装备选择 他并没有出一些 像是以魔刀这样的一个装备 所以他有点沉不住 吸血鬼的一个伤害 是 而且在你过多的 关注吸血鬼的时候 其实Easy也已经是 度过他最艰难的时间 虽然补刀上 小狗一直以来 都是压死对方比较多的 特别是在中期的 不发育能力上 但是Easy装备 已经起来了之后 就没空的阵容 好像Easy也比较难抓 这双C位都难抓的话 还是有一些隐患在了 现在可能RNG更多的是 看能不能赶快让 麻辣香锅在那边 掏一把死亡宣告 但我觉得REPOP 现在不靠吸血靠伤害 都是RNG有点难以应对 现在是小龙重生 又是一条山脉龙 当GT是趁着对方 去拿龙视野的时候 把中路的兵线顶过去 再用巨魔的杜 就卡一下对方的回程时间 但RNG这边还是三个人 回到了小岔 一个身枪洗礼 清光所有的小兵 RNG适时守卫自己的中路外塔 GT这边是中路兵线推进不成 改往龙区以后 两边在这边的视野交锋 但Easy就在这个时候 却偷一个红过来 增加自己在团战里面的 一个输出能力 因为对面也不会去 主动开这个龙的 只要把中路这个线守住就行了 还是来得及进场 这也是体现出一个巴则 在一个团队里面的重要能力 就是GT这波 就算他知道 UDI去收这个红 他也开不起来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没有巴则 是 他要靠娜儿去开 但娜儿开是要有斩怒 以及比较好的一个烙背的 就你实在不行 我把龙定住行吗 对 好 这边是 两边又回到了龙口在做交战 听过上去想缓一下对面 但是RNG这边是掌控了一个河蟹的 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一点 东路兵先被小狗给整理出来 冰箍变大了 RNG这时候知道 这时候绝对是大张不能去能生 而且巴德是在对方推塔的时候 大招是最容易命中的 在大招两个人 丁固的怒气已经不够了 大招结束就要变小了 这边没有机会 就说他的大招 马拉乔波箭子直接上去 把枪要射到这边 但是鱼发就闪见过来 一套伤害 腰带没有打得太足 马拉乔量剩一丝 被Q以后剩一滴血 白手想Q一下 RNG这边也在等 一滴的大招拿到人头 但是蓝波的大招 障害也很高 白手也是一个腰带 往对方脸上喷 Savoke以及Republic瞬间都交闪线 哇Republic现在这个伤害 RNG感觉没有人能扛得住啊 因为基本上是一个 纯束缩的阵容 一旦是让他打出了 两至三波的伤害 这个团战就没法继续下去了 虽然刚刚Ruber是 很有耐心的 蓝波一直在等 对一直在等 大招烫得不错 但就像我们说的 没空之 三个闪线 两个闪线 Savoke也是交虚弱 就是两个闪线 散过了 这个烫在脚底下面的一个大招 而且刚刚Ruber就说 你要说他要被击杀 他身上的精神都还没有用 对 他那波是对自己的伤害 相当有负信 是在残血的情况下 还去把对面的扇子妈给打残了 对 反倒是来看一下 上一波的一个团战伤害 哇 这个 五千 其他人好像 对 小元我们别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这个 应该是统计 再一次证明了 投资中路是有回报的 对 应该是统计错了吧 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就没关系 我们总伤害还是挺高 对 总伤害就一个敌你 一个敌你三个 好 那这边RNG还是掌握到了 对方向路去整理兵线的这段时间 来拿这条三脉亚龙 前面我抓RNG就是 在优秀情况下刷着龙的属性 好像对他们不是特别的理想 这一点是稍微有一点隐患的 对 但还是两条土龙的一个加成 就看大龙有没有机会 靠着这个土龙的一个加 对 加强 来拿一下大龙 全输入阵容 虽然说面对对面来说 是打不出伤害 但是打龙上确实蛮快的 对 Republic共和国吸血鬼 现在是 逞兄动和的一个主要目标 啊 这边要想办法 先激活一下冰恐 去刷小蜡的尼拉尔 发的大招套到两个单身 蓝波大招有点重叠了 Republic又要再离开蓝波大招以后 反手Ruber进来 过热金身 受掉了金库以后 Republic往前一个加强Q 打在小鲁身上 人马见识往前 配合无双的伤害 拿掉了这个人头 RNG想要撤退 但是这边 Tamuk一直抓了一个地道上来 咬了一口以后 UTI反手想收 但在草丛里面 没有办法打出最后一枪 前面一滴的伤害 带走了残险的人 再一个Q 就收掉了残险的Mata以后 Republic往前 李永显接近UTI UTI见识 直到自己要被一个增强Q 脚散现过强 这一波两边的交战 打了一分钟的一个时间 最后 这一波一换三以后 具体拿掉了RNG的一个中部外塔 那这波团战的话 应该说RNG 又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 就虽然蓝波大招 是放的位置还不错 但是跟巴德那个大招 确实有点重合 对 就这没办法 就这是一个轻声 并不是一个定声 如果是一个定声的话 那就是一个火烤 就是美味了 有点可惜 就比如一个女毯的大招 陪上蓝波的大招 就直接站在上面受烤 就以前我最喜欢的那个主播 还是皇子跟蓝波 这真的很有那种大锅潮的感觉 简单粗暴 对 简单粗暴 而且现在 只要你没位移 你就双手离开键盘 对 而且现在 其实皇子的大招 还是一个AOE 那可惜就皇子 我觉得主要要加强的一下 就是他的打野速度吧 因为如果你给他一个进场 再退场的一个机制来说 那他会太强 因为对方这个C位 在款战当中的优势 已经逐渐体现出来 就是灵活 我不需要队友去保我 但同时前面的坦克 应该说分布来说 更为均衡一些 就有坦克有输出 那RNG这边的阵容 因为基本上是全输出吧 对 就皇上宣布这把 其实就完全想打输出 你看他连 致死宣布 他连这个 凡性情醒都不出 他出的是多明尼克领主的挚意 就因为对方的上 也是毕竟血量是比他多的 他更多的是想打输出 但你要打输出的 先决条件在于 这边Republic 他自己没有办法进场打暴杀AOE 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 因为南昌的输出范围 还是会吃到 包含卢锡安 你的两个NC手都爽 好 结果打定住了 但是没有后数的控能机啊 最后感觉这个大招放出去 威慑的作用好像比较低 对 因为也没有人在烙背的一个位置 这边Bad的大招开过以后 GT 现在经济是反超 而且有主动的一个推线优势以后 利用大龙的一个 就有个和线 和线结束了 所以安静来说 这条大龙怎么办 要不要去看 这边人马是主动的 带着他的铁毛上来要找人 开起来一技能 这边应该是直接瞄准 MALA踩下去 MALA搞了一个闪现 一脚被踩到很多 铁毛上来直接追了两个 因为是堵 UTI这边有 MALA 我觉得也太深了 UTI的伤害有点太高了 而且配合南枪的 应该是木刃的一个伤害 UTI反手带一个 忍不进去 直接爬上去带跑 但也有点上吵了 被她的一个虚落以后 被人马1Q给转死 但是后面 马拉乡锅的伤害补上 这边如果没逼出一个金身 三个人再假一个人 但后面 小五跟马拉乡锅 状态很好 Kiko这一个闪现 所以没有晕到人 小五闪现的一个Q 也是被ED的一个 奥主夜宣圈给闪锁掉 反手再来一个W流 W晕到由马拉乡锅 奔上 打了两弹闪弹枪以后 Kiko变小 但反手的最后一弹 叫补弹 没有办法抽到这个人头 诶 诶 这个视野 诶 自己都笑了 What the 小Q是在看 可能她可能在看中路的交战 在购物 是吧 最近淘宝有特价是吗 还是天猫有618节 就大家还是要忍住这个 舵手的欲望 对 因为 这个是在你身旁的一个传送 而且照理来说 她应该还有声音 这一波就是 这个鬼一波进场 就是稍微有点太自信了 对 可以直接秒掉了 对 她想要把一套给接完 是 但后续的话 其实 呃 桥皮的柱子也是卡的蛮不错的 对 导致这个地方如先也被激活了 那马拉乡锅是找了一个机会 也把旁边的人马给收掉了 这一把 我输出点比你多啊 对 当到这种时候 只要你没有泄轨了 这小Q其实已经很努力在做输出 也躲过了一个死亡局 就闪现躲过了 最后那一Q 但是没能躲过 坐手的欲望 对 小冰 你看看她现在到那个睁眼回程 她在独秒 然后小虎传送过去 收掉这个人头 画面一回来 又看到 智蜻拐 以及人马两个人在打 这边四个人 这边先挤回 游戏安 游戏安已经倒了 但这边无双的人马 同时也是倒下 小冰已过来一个柱子卡左边以后 Ripopin在正中央 先被金针给定住 但马拉这边已经倒下 然后他 烫在这个洞口以后 想要击杀残权的Saboke 马拉向过往前 但反而是把Saboke 闪见闪走掉 由小Q向前 一套贴脸的周图 把Ripopin给杀掉以后 剩下小虎一个人 虽然这边小Q倒下 但是西线鬼一个Q 也是把小虎给杀掉 一波团灭 RNG这边被GT给团灭了 GT这边还要拿掉一条大龙 两边的团战卡了多少拨了 已经打出 将近40颗人头的终于击杀了 我觉得这场RNG打的团战 比他们上第五周的时候 打了就多很多倍 他们基本上前面的比赛 大多是通过这种 一两波就直接定身后了 我觉得他们选的这种 全速度阵容 也是对自己前期线上的 这种尝试有信心嘛 因为如果滚起水球来 确实是能够一滚到底 对面翻不了身 但是中间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说过 几波他们的进攻 是被对方给化解掉的 就是因为这个控制 还是有点接不上的问题 好几波是巴德跟打野 在蓝buff区想找机会 包括下路那波想乐坛 其实都是没能取得 一个太大的优势的 对 就如果这个阵容 上路换一个 可能像刀妹这样的英雄 会比较好 但刀妹的缺点就是 因为他选拦波的重点很简单 就是中路是一个卡尔嘛 他想要补出更多一个 对于对方前排 以及后排的一个伤害 就打一个多核输出 如果是优势 如果这把是RNG 如果是7000优势的话 他可能是30分钟 就可以把比赛给钱输掉 就可能进行不到35分钟了 但这场GT的应对 确实也是做得比较不错吧 对 我觉得这把真的要说 就是除了RNG本身的一些小插曲以外 Repub的这把吸血鬼 真的没有不吹他的理由 就从一开始的单杀 到后面 就除了刚刚那一波的一个 对UZI的一个双枪的一个 伤害比拼以外 他自己一个人打出来的一个优势 真的很大 对 就前几波他 确实拿了比较多人头 但几乎都是通过 他自己的支援或者伤害 打出来的击杀 对 所以他收下这些人头也是有理可医的 只是那波可能前面打得太顺了 有点自信膨胀了 对 应该也是低估了一下 UZI的一个 以及麻辣祥 他刚刚是一个人在 队队里面两个人的一个 AD的一个输出 他说因为先在团战开启之前 就已经被打了半选了 然后半选的情况下 强行过去想留人 但没算准伤害 你可以看出来这把比赛 游戏时间进行到36分钟 小狗的一个输出环境真的很差 就如先打到这个时间 应该已经是一个 不太能够掌控局势的英雄了 对 现在EZ倒是逐渐要站出来了 就像刚才说的 在你针对血鬼的时候 EZ已经通过这几波 拿到了相当多的人头了 对 他现在的这个装备 待会再补一件 试血 就可以打出很高的一个伤害量 这边巴德的大招 没能进助龙 这边远古巨龙被拉了一下 看一下把阿翔过降前 想抢这个龙 这个那一推三 把远古巨龙抢走了什么 反弹怎么说 正面的一个拉到烫下来 随后人先离开LUKER 金身以后 REPLAT在后面收掉了一个小虎 游戏在这边是宝座的自己人命 交了一个双招 GIKO还想跟身上有春哥 回力票稍微短了一点 并没有办法管到MATA 现在只剩阿翔的双人 先留住这个龙 龙种 但是GT现在应该有机会 拿到一路的高地 开战复活时间 有三十几秒钟 先让我想办法阻止这个Republic 是 我觉得刚才最没想到的 可能GT就是觉得自己 居然掉了这条龙 对 因为刚才娜尔推的 其实相当不错 感觉RNG都已经是一个 非常威止的状态了 对 像马拉乡过这边 还是跟上一把的康蒂一样 可能两个人 那已经又吃了小龙虾 就一起 都在今天的比赛里 拿到了一个远古巨龙 GT 虽然没有远古巨龙的buff 但有大龙 还是一路直接到了 对方的高地 拿了水晶 中路这边 哇 冰线刚好过来 对于RNG来说 可以说是乌漏偏逢 连月雨 有点难受 那掉两路高地的话 这个 感觉这个巨龙的buff 也没办法让RNG 有机会反打了 怎么RNG想反打 这边MATA的大招在就位 拿船送过来也是想留一下 先比写迟 看一下MATA的大招 就看MATA的一脚了 这个点球能不能点准 哇 这个柱子卡了一下 但有递到往前 再等队友 一个加速加过去 上路的兵线太差了 RNG找不到反手的机会 这波让对方测 我觉得基本上 游戏要翻真的蛮难的 两波的兵线 双船送也是都交了 但是没有一个非常理想的眼位 对 他船的位置相对远 就也留不住 就可能控制真的比较少吧 这个阵容 就下一把要赢啊 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除了要急杀吸血鬼以外 要有人先想办法限制一下 小Q的一个输出 首先你还得吸血鬼放出来 对 那我说这把 我说这把 他如果这把想要 想要获胜的话 就可能要仰赖 就是像刚刚这种 或者是一个MATA 很漂亮的Q 让吸血鬼那边是直接被提火秒杀 控制太不稳定了 就在控制比较少 就是对对方威胁技能比较少的情况下 对面就很容易盯着你 如果你没有放这些技能 可能他们的进场就会拉扯一下 如果一旦你放了 就一波直接冲过去 但是他们现在是 Luper跟小5这样都有一个金身的 这两个金身 能不能让RNG顺利的翻盘呢 主要他们这条龙的话 也确实是前面龙的属性 没有说拿到这个远古龙 就有志的飞跃吧 对 就是这两条 它是两条三龙 三龙是你拿到远古龙 如果是在推塔的话 哇 那恐怖了 可能小狗上去 七枪那个高地塔就掉了 你又是个烈士 就没有推塔的机会 对 就可能如果有一条火龙 对他们来说是最 求之不得的吧 因为可以让UTI的一个装备 等于瞬间补到了很多的AD 对 就如果同样是这样一个局面 你前面拿了四三条火龙 你再抢了一个远古龙 那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可能 还是有一战的可能性的 双人现在顶中路 这边UTI找到一个机会 上去一个圣将洗礼 把无双的一个 炸招给逼出来了 人马在中路吸引到对面 这一波还是有机会的 闪现流但没能定住 哇 角度稍微 这种闪现也交了 马塔非常急的想要帮队友 打出一些逆转的一个机会 因为刚刚中路这个 刚刚那个开 绝对是好的时机 因为上路只有四个人 是一波五加四 是 因为人马也被打盘了 然后就回去补给 但是这个流人确实稍微有点堪忧 南枪绕到后面 这边还是想开了 先消耗一波 就会被打了半血 可能有一些机会 但人马这个时候也已经是进场了 我现在还在处理下路的兵线 这正面的大招又空了 南枪很尴尬 这个大招没留住的话 那我怎么进场 好 而且现在纳尔是一个大型态 这边小路没必出一个精神 进入战场 一个毕童 直接让小Q上来 一靠上来 没有Republic的收下这个人头 Ruber也是闪现 贴了一下这边两个机会 先把小Q给杀掉以后 UZIA这边还在想办法做拉打 被挂了一个吸血鬼的大招 马拉将过有点危机 这边成果倒下 正面的战场 UZIA一个蹭枪洗礼进去 但是并没有办法一次 把四个人给扫死以后站起来 无双直接一个无奇的Q技能 好 马拉将过给斩首 正面的Ruber想办法本音给轻掉 但现在只有三个人要走出 这边四个人的一个禁闭 马拉刚出来 就被UZIAEQ给打残 人马大招直接瞄准UZIA伤害量好高 嘴银剪掉以后 但UZIA闪现一个Q 直接把残缺的Ruber给带走 正面Kindu还带一个大型态的大人 UZIA伤害开走 在全水之前的一个双杀 又是一个E技能Q进来 金森 躲过雷射 后面的队友在闪门压 再用血池回来 NG这一把看起来是没有办法翻盘 今天在必要干的赛事 牵持得点 拿下1比0